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维彤此次和赵熙心代表国大队争战亚洲锦胞赛 应该说也是势在必争 张维彤在上一届亚洲的个人赛场中发挥的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最终是冠军被他的队友同样代表中国队的王天一取得 所以这一次张维彤我看前几盘是下个非常努力的 对 也是实在必争 预赛前几轮几乎是取得了全胜 对 他跟赵熙心两人是下一盘合起 对 所以说对于郑曹云磊也是海外棋手当中的最强对手了 这盘棋张维彤下得有一点保守 结果最终被红方所战胜 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这个过程 这个是预赛的第五位 曹云磊是来自中国澳门的选手 他现在是澳门取局下属的专业的象棋的选手 郑维彤是成都区院的队员 也曾经夺夺过两届穷冠军 以及一次世锦赛的冠军 也是这两年非常实力很强劲的选手 黑方采用的是强挺三足 平马这种阵型他就说想把这个布局的方向 纳入到自己比较熟悉的这个领域 好像这个郑维彤好像挺喜欢下这个变化 对 郑维彤现在强挺三足 对这个强挺三足还是比较有研究的 在那个奖金一百万元大战的比赛当中 对谢敬他强挺三足就把对手战胜了 是 获得了一百万人民币的这个奖金 是在去年的这个行阳的楚河汉界 这个棋呢 洪方 曹元磊呢 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准备 因为知道郑维彤呢 时不时呢就走一个祖三级 洪方走居二斤四 黑方 二斤三 就是说强挺三足呢 实际上最早在这个古谱当中 在梅花埔当中就有箭 这个很早的一个布局了 但是呢 这个强挺三足呢 他也容易呢 让洪方呢 找到比较明确的这个作战的方式 当然洪方呢 这个升雄红军呢 就是一个比较简明 对 他就是想把兵给对开 我掌军 你不能平坡对军嘛 因为对了局 我有炮打控头的棋 然后我就利用这个先手呢 把这个七兵呢碰掉 对 先碰开 让你这个三路足的效率呢 就打些折扣 这个是洪方的一个初步的构思 应该说洪方呢 这个战术意图呢 也基本上进行实现了 对 双方 三级 洪方在拘 拘二平七 拘二平七呢 吃足呢 以后呢 老式的招法都是走抛二推一 对 古府里是不是就走抛二推一多一些 对 这个棋呢 就有问题 因为黑方呢 只是注重家乡反击了 对 不让你这个马八进七顺利跳上来 但是洪方顺势 平炮打内 被抛二平七 对 你要是泡二平才打 洪方呢 可以拘七平六让开 拘七平六让开 对 张老师好像我看古谱里 还有什么拘七平三 拘七平三 是吧 这个呢 就是过于贪子了 对 就是感觉也挺好的 我一吃兵还把你马吃回来 对 这个棋呢 对方有一个宋卒 你吃 他又飞象 强行飞象飞你去 你吃马 他退窝心马 退窝心马 就打着几象 蹬着鞠 吃着这个边君 这个古谱也是故意呢 把双方引入一些歧途 对 然后去有一些争斗 是 那洪方呢 最简单的就是拘七平六 这个 这种走法更稳妥一些 对 洪方可以稳持优势 因为黑方呢 对也不是 不对也不是 这个棋容易吃亏 对了 正好马八进七跳上来 对 洪方明显扩先了 是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黑方就不能去打 不打他就走拘一斤二 好 拘一斤二长起来 然后洪方再拘七平八 捉一下炮 黑方再强行气象走炮二平七 炮二平七 嗯 这个走了一个炮二平七 平过来 对 对 洪方 吃个像好像也没用 没什么 对 吃个像 有这个很复杂的变化 洪方可以拘九进一 再像这边调 先拘九进一 这个棋呢 就是说总体来看呢 黑方由于这个部署 绕得比较多 对 感觉也是洪方呢 比较好下 对 唐太太你下了几盘 对 我也是 您那时候不给我们讲过这个棋吗 对 告诉我们这个思路 就针对这个炮二退一 是有一个炮二平七的走法 对 总的来说呢 就是黑方呢 不好 容易受功 对 这个呢 已经得到大家的公认 就是炮推这个棋 容易落后 是 黑方呢 就是选择足齐 这是改进的走法 对 这招棋呢 实际走出的时间也很久了 大概在象甲开战了几年以后 就有人走出来了 所以也大概有十年了 是 黑方的这招棋的目的呢 就是你如果走炮八平七 再打我的马 我就马三斤四了 对 我就弃这个底下 然后取得一个子力很活跃的这么一种状态 嗯 但红方如果再对这个兵呢 这个黑方就可以这个接受了 是吧 对 然后毕竟轮到黑方走 或者黑方先走过炮二退一 也行 是 这个棋呢 这个棋呢就是说容易更容易简化 因为黑方这七路马活跃以后呢 它加强了整体的这个反弹 感觉黑方这两个马还挺活的 对 嗯 这招棋呢也是一个关招啊 以前来看就是黑方只能这么走 那红方这还是准备就马八进七跳上来吗 对 这个也没有问题 黑方 它先走的兵五级 哦对 如果你先马八进七呢 也是可以 先跳马 这也是正招 嗯 那黑方跑二退一 他再跑二退一 红方再马七进六 你一打拘 他再拘七平八 嗯 他形成这个单边封锁的这种状态 对 红方呢略先一点 是 他补过三项啊 将来再十四进五 也是可以下 本局当中呢 红方就是曹元磊呢 故意呢改了一些功法 因为曹元磊呢 可能也是看着走 对 因为他感觉这个郑维童啊 开局肯定非常的出色 非常娴熟 他希望呢 能够通过一些小的变招 来使黑方呢 给黑方制造一些难题 那么曹元磊啊 他这个就是在 这方面呢 确实还是很有他的特点的 是 他经常能够在 一些这个 比较熟悉的局面中呢 寻找一些自己 所理解的 所构思的这种招法 嗯 黑方接下来走 黑方十四进五 先补一手 这也正常 红方 红方在马八进七 上马 黑方再跑出一 红方 在马七进五 马七进五 这儿等于红方呢 就是 改变了一个进攻的思路 等于又变成了架马 架马 当头炮 这种棋 对 架马盘头的 这种攻防 那黑方肯定要打一下鞠 因为这个鞠啊 老牵着黑方的这个三路马 黑方这个像补不起来 所以必须要把这个鞠呢 赶开 对 然后这时候就正好把像给补起来 对 像补进五飞 嗯 这个棋呢 整体上来看呢 嗯 红方呢 保持略先 但是呢 也没有得到呢 非常啊 很明显的这种优势 所以红方也不能着急 对 所以红方走 G9平8呢 先出动主力 加强这个子力的出动呢 将来呢 叙事待发 对 看看黑方去怎么应 结果就在这呢 这个郑维彤呢 走了一个小小的软招 是 这个棋 黑方 就好像子力也挺活跃的 感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对 实际上是选择了一个G1平3 嗯 G1平3这条棋呢 倒也不致命 是 它是一个 嗯 小小的软招 呃 这样什么叫软招呢 所谓的 软招就是说在对抗的时候呢 嗯 你应该 把你的子量出来 应该跟对方去争先 是 但是呢 你偏软了 你去 加强防御去了 是 所以这个棋 黑方应该走G1平4 他可能也是 想护入自己这个 对啊 所以说这个 所谓软呢 就是两个人在对抗的时候 是 他示弱了 就得软 哦 就还是有点保守 属于缓招呢 属于是速度上的 哦 缓不简单软 这是两个概念 是 这个中国这个语言也非常丰富 对 它G1平3 G1平3呢 就属于 稍显保守 对 失落 这个棋它应该G1平4 嗯 把主力G1的先亮出来 但是看这个局面 感觉没有什么大事啊 嗯 所以走G1平3 那么这个棋 红方呢 应该说啊 现在应该走冰3级 是最好的选择 打开三路线 黑方呢 如果拱呢 红方就麻烦进三 逐步去抢占好的位置 对 因为黑方那个 你看那个G1炮 对 那个三个子啊 嗯 这如果下围棋的话 就是瘀形 是吧 相线一样 相线子力更少 你更要舒展 是 怎么舒展呢 实际上就像音乐似的 嗯 它是那种 高低 你要搭配 都有旋律 你都是一个调子 你子儿都走成 这个叫冰棍 也好 叫这条也好 它这个效率就低 它不容易展开啊 是 它没有这种配合 主要好像 红方这个三路马 还挺厉害 对 这儿走 应该说红方可以稳持线手 将来还有冰5金 马三进五 红方的好气比较多 嗯 黑方呢 那个地方还是不好处理 对 马三进四 人家巨发瓶的定义 那个还要 可能还有巨三瓶四 亮出来 所以说这巨一瓶三呢 就本身有一点问题 所以当中呢 这曹云磊呢 也没有这冰三进一选择 它是选择冰 直接冰五进一 五进一 这招棋呢 就是操之过急了 就等于黑方巨一瓶三呢 是软了 是 但是呢 这个 恰好呢 对冰五进一这种职工呢 黑方倒不是很怕 对 所以红方这个攻的这个时机呢 掌握的还不是那么好 这儿又使黑方呢得到了透松 就说反来红方呢是要慢慢下的 那现在这个急工呢 虽然是把局面打开了 对 但是这个局面打开呢 偏早 使这个棋局呢 又再次得到简化 黑方有这么一个好奇 炮八进二 炮八进二是好奇了 这儿呢就把红方这个子力呢 就再次呢转化 因为红方不对呢 你也没有好位置 对不对 黑方以后可以巨八进三长起来 对 黑方巨八进四 把它炮吃掉 他再炮八皮五 又还了一个中跑 对 然后黑方走马 七进五 走着马七进五 这不上马也可以 目前也不坏 接下来 黄方航也没有看到明显的走法 对 他十六进五先补了一手 对 曹云磊呢 应该说这个 也是其他那一员老将了 虽然说是这个现在工作呀 主要是在澳门的 但是他也经常在 各地呢 去参加一些比赛 对 实力呢 也随着这个 阅历的增加呢 不断的进步 因为曹云磊2003年就代表 河南队打过相甲 那相甲的元老 我记得他好像是13岁就拿了 这个相亲大师的证明 他可能是十几岁吧 对 具体到底十几岁我记不清 对 他是少年大师 对 少年大师很厉害 这个局面呢 就是说作为黑方来讲呢 也是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还是有一点压力啊 那洪方这个中号一直震着 对 压力肯定是有 毕竟洪方的子力更明 就是说我们 出眼一看 就是现在我们也经常有很多朋友问 说在这个棋怎么判断呢 怎么判断谁好谁坏呢 实际上呢 就是 你看啊 洪方都子力比较活 嗯 他两个局都亮出来 都在明处 然后他马呢 能够自由的上下 嗯 洪方没有什么毛病啊 对 黑方呢 你看这两个局 这个局背着 好像没什么好点 暂时没有投入到这个关键的 啊 比赛的 就说的这个双方较量的这个 这个地方去 对 那个局呢 也是窝在家里 暂时没有出来 所以说这个局面来看呢 嗯 就是黑方这两个局呢 效率先低 啊 洪方呢 明显还是主动一些 因此这儿的局面呢 我们可以 把它呢定为 定义为啊 洪方先手 那如果洪方再多两个兵 那就是洪方优势了 是 现在这种优势呢 对 还不是那么明显 对 没有物质上的优势 嗯 所以走到这个局面下呢 黑方呢 应该去抓紧调整阵型 加强防御 对 这种思路 就是黑方走炮 这个三楼炮的动作 这个炮的位置啊 不好 应该走炮三平四 或者炮三平一 嗯 这两条旗呢 都是可以考虑的 嗯 把自己的子力啊 舒展一下 嗯 对 那到底黑方怎么下的呢 是 好我们呢 稍后呢 再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好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看 那么接下来呢 黑方是如何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 嗯 然后他是直接走了一个马五进三 嗯 跳了马 马五进三的这个棋呢 就小有点问题 嗯 黑方这个棋好像也只能走马三进四之类的了 马三进四跳进来 嗯 来去争取一些先手吧 争取 跳起来 七八平六桌的话 哦 他是被我 是按您说 足迹性一 嗯 足迹性一这么去 把自己的八路局给投入战斗 对对 嗯 好 这个棋 就是您那 您昨天不是跟我 还跟我讲的这个棋啊 对对 足迹性一 他跳马的话 这马四进六 马四进五的话 这有个将军 就白痴 马四进六还有炮三平四 对对 打局你一将的话 我就强行出将 对 你吃我的马我也吃你这个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可能黑方临场不好看到 对啊 就是这个还是挺复杂 但是因为呢 走到这儿把人容易发傻 是 就是说又一看 这卧一将它殿居 好 你要是出局 它还有什么出向 对 然后这个棋呢 就不容易看清楚了 对 但实际上这样子 就是得尽快打开局面 对 但是这个棋呢 就是临场不容易想到 对 因为这个子走得很危险 嗯 能够将将这个 那实战当中呢 黑方走了个拘三平四 对 这感觉也是很直观的走法 拘三平四 就是说黑方呢 觉得这个拘一直没露头 对 我这拘快出来吧 对 下一步还有马三进四的棋 对 也防止马四进六 这步棋出局啊 确实一个败招 对 就好多观众朋友要问 怎么又这个拘一出来就败了呢 是 这个 就是说他不该出的时候不能出 对 其实感觉是一步很好的棋 这个马三进四是个先手 又防止马四进六 这个可能张维通确实呢 这个当时的状态不太好 是 忽略了洪方的一些啊 比较凶的这个进攻招法 洪方直接走狙 前狙进四 对 进狙捉炮 这是一个好奇 因为你马三进四啊 他有炮五平六 对 威胁不大 这个平炮还打狙 你这个位置就不好了 对吧 所以黑方 直接炮三平四呢 洪方有一个炮五平六 还是有炮五平六 这个打狙的 你就可以丢死了 你再跳马 他就打掉你 对 你这个充足 他马三进五 我们简单看一下 因为这棋有点复杂 对 炮三平四 洪方炮五平六 你只能马三进四 这个棋 洪方不能拘八平六啊 拘八平六 他马四进六 挂江 你就拘就丢了 洪方就硬马他打了 对 直接就吃炮 对 黑方你再充足 洪方就马三进五 这儿明显洪方的速度还是快 对 这个棋呢 应该说黑方还是少死 应该说非常被动 对 所以这个棋呢 黑方炮三平四不行 他无奈之下呢 他就选择了炮三退一 一捉炮 黑方炮三退一 然后洪方又是一个战术紧逼 这又走得很好 拘八平七 一捉 一捉这个马呢 他把你捉上来 最主要你马三进四这些招啊 对他全都没有威胁了 对 黑方走马 后马进五 他也只能 只能先连上 后马进五 对 马三 对 不是 他是先走了一个足七进一 他先走足七进一 对 因为他马三进五 他可能还是派马四进五 有一个一马换俩像的一个棋 对 他先走了足七进一 实际上这时候是不是知道也可以马四进五吃不像 现在吃相当然也是洪方多相占优 对 但是呢洪方发现呢有更好的走法 是 所以曹云磊呢 在这里呢 他是 他这下子还是 怎么设计这个终局进攻 他先双马列 对 走得还挺精确 曹云磊的确实水平还是不错的 是 他在去年的个人赛曾经战胜了这个蒋川 加菜快起 挺厉害 所以说这个年轻人嘛 他比较有冲劲 因为这个最近呢 他这个棋义呢 还是很有进步的 对 今年也是代表河南队参加这个男子下脚联赛 然后回方走马三进五 对 跳马 对 马三进五呢也是无奈 对 那走到这儿呢 洪方实际上走巨八进六也可以占右 直接巨八进六 对 但是呢 这个曹云磊呢 通过这个 对这个局面的分析啊 走了一招非常凶狠的招法 对 并且呢 一举呢 成功啊 一击重地 洪方 这个走法真的太精彩了 嗯 大家看出来了 洪方走什么呢 对 洪方强行走 马四进五 用这个织马呢 登向 对 一个马换一个响 这个可谓呢 这个震惊四座 对 但黑方人只能飞 对 只能飞掉 现在只能先飞了 洪方呢 又义无反顾的把马前谱后继 对 再走一个马五进四跳上来 现在最主要是想炮打向 你逃向的话 洪方继续退三 继续退三可以把马吃掉 你不逃向 如果吃马 狙八瓶就吃马的话 洪方就有炮五进五 这有一个将 你十五进六 洪方狙八进八呢 是一个绝杀 对 因为这个骑你要长四路狙 对方就先吃底炮一将 你只能够再回来 他再退狙一将 再退狙一步 你再长狙 他狙狙屏五再狙八进 就把你将死了 对 如果你横着走狙 他狙八瓶五 狙 狙七瓶五 狙八瓶六 方狙错 这个中炮的威力很大 对 所以说这个骑是一个绝杀 相当于一个空头炮 对 他就是空头炮 所以这个局面呢 洪方这马尾军四以后 黑方这个象呢 绝对不能让洪方 带江去打 但这也不好逃 你落象 他也是狙七对三 吃马 他走狙五进六 对 他也是很无奈 就是走了一个 狙个狙 狙五进六 但洪方还是很简明啊 走法 就狙七对三 对 洪方呢 这里边呢 还有多种选择 有这个马灯 炮塔 但是呢 洪方感觉呢 都没什么必要 对 就是这个时候 洪方就比较从容的 看赚到了一个象的大便宜 是 他就不再走这些啊 没有把握的这个招法了 他就很简单的 就聚七对三 就把嘴吃回来 吃回来又白多一个象 同时黑方的中路 还是没办法解决 是啊 等于呢 通过这个灯向之后的 这个简化呢 洪方呢 不仅多象 黑方的中路啊 主要是失控了 对 无法去妥善的防御了 所以说 这个其实走到这呢 也就意味着 洪方呢 这个进入了 非常好的这种局面 所以他这个 马四进五吃中相啊 这个招法 真的挺犀利 对 确实令大家呢 这个大开眼界 嗯 黑方炮三进四 也是顽强防守 红方 不被对方喘息的机会 进局 局八进六 对 然后他炮三平六 换子 这儿等于 黑方这个局炮 又被拉死了 嗯 局炮 拉着不能动 对 少相 然后他也夺相的红方 啊 很简单 冰三一吃掉 对 所以他呢 那就是足七进一 索性就先吃个 冰 孤注一掷吧 嗯 红方反正也不理他 他就把相砍掉 他炮六平七 然后向三进一 嗯 这个棋主要黑方呢 成不了杀 对 他出将 因为是丢着室 红方就比较简单 把局拉回来 对 局五退一 前局退一 然后足七平六 向一进三 是先防守 嗯 然后进局 捉相 红方呢 这个时候呢 看到这个实际成熟呢 就直接动手 去杀对方 就是缺相怕炮啊 对 这个 有一些各种 这个偷杀的手段 局四平七 嗯 然后吃相 红方局五平七 局五平七 这是个杀棋 嗯 黑方呢 如果走 十五推四的话 昨天我还专门看一眼 这个棋 这样十五推四 哦 红方呢 走什么呢 红方是走 局七进三 空点 空点一步 杀棋 对 他这个空点走得很妙 这落不了式啊 若是有局三平四 落式我这么讲 局四我底线讲 那是动不了 那只能局八推四回来防守 等你推局 他再走局七 再细这个地 再细局 对 他直接细啊 嗯 他还能够平局跑跑 现在你要平局保啊 他就白吃你这个跑了 但如果平局看 这个市就丢了 对 你尽将他去三平五将你 他有这个抽撤了 对 所以这个棋啊 这个一点局再进局 这个是 有个局七进三一个空点 对 这个点 应该是很 很这个精准的这个杀法 嗯 所以他局五平七的时候 他一看也没办法 他只锁定就直接 局七平四过来 局七平四呢 就等于这个炮 白丢了 对 红方还 先把他老将僵实来 对 走了过门 然后黑方 黑方这个上将 以后我要他局七平三 嗯 这等于是下成了 局炮的残局 嗯 应该说这个棋 红方呢 就是盛世 对 我们可以 用后段时间 大概给大家摆一下吧 嗯 局四平三 红方向 七进九 这种局面呢 肯定是杀波 因为你採两个向 你要摄像拳的话 还可以走一走 对 还有点机会 局三退四回来 局三平四 嗯 团里呢 走得也不着急 嗯 嗯 对方只能逃足 对 足六平五 然后他炮五平四 嗯 他把这个事 对 打掉了 他也是平足 拦着你炮 不让你回来 退了个事 退市准备 局四平五啊 局四平五 局四平五 吃中事 对 代江吃中事 对 他也只能支个事了 因为局三平五 江他还可以局四平五 反江 对 然后他这个炮 就是正好把事给吃掉 嗯 这个残局 应该是没有和其的机会了 事项全都丢了 啊 是六进五 嗯 这个棋呢 就是 同样先退个向 对 下得很稳健 他不让他足及 嗯 聚四平六啊 把这个事 再抓住 再吃一个事 嗯 这个残局 基本上 他就黑风走什么 实际上 对 呃 都 无助于这个抵抗了 因为你 怎么换都不够了 这个气 换居 足换两个事 都不行了 对 居五平三 吃相 他飞起来了 嗯 这个还是没有用 你去三平五再吃 他索性不理 他索性就降五平四 降五平六出来 他下不及准备 对 平平他就落相 你兵吃相 他就落相 他不让你一兵换俩 试的一个机会 换了其实也是 换了也是要输 那是铁锅嘛 主要少一个子啊 对 换了以后啊 你站着中居的 人家居要站在兵线上 就把你用炮把你阻打了 对 然后人家居站中路 然后一个边兵就赢了 对 一个炮换个兵 非常简单 对 因为黑方这个视像都没了 对 然后他走了一个炮四平二 嗯 又举了平五 对 这个棋呢 就说红方怎么都是赢啊 对 不是 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个残局吧 这个棋最终的结果是红胜了 对 后边也不用摆了 这个大家也能看 对 最后的红方把这炮绕回来 把最后黑方呢 退居啊 把对方吊死了 对 就是黑方认负了 就是就说啊 就像刚才说的 如果一个 对 如果对 如果都换掉 对 然后去 如果是下这个残局啊 怎么点不动 对 就吃这样的一个残局 大家看一下怎么应用 就比如说黑方是这样的 他去 去的放在 对 放在竹林 对 放竹林嘛 就红方啊 嗯 就是这个位置啊 我炮总能掉回来啊 对 黑方是没有骑走的 红方是走先骑 对 对 红方是走先骑 红方这个 这个 这个二路炮以后 反正就得能到边上来 对 就反正总之能走到边上 你鞠看上也没用 你这个鞠 看上的话 我就炮 把你硬打了 对 硬吃掉一个组 对 然后你鞠吃过来 这儿的鞠兵呢 他有一个鞭兵就过了 这个中路特别重要 对 中路特别重要 红方把中路抢上去 就七个炮都可以了 七个炮一将 嗯 嗯 他只能出来啊 对 然后他降五平六 然后你再进帅 对 进帅 那只能这样累 对 这是 白老将嘛 对 他这一个兵就够了 对 一个兵就 对 这个兵就是一路滚 滚到二这个地方 对 然后这个鞠一将 平六平五一将 鞠五平四 这个七黑方都没有办法 黑方有这个足的话 还能比比速度 对 因为他这个足 他吃不掉 他过不来 是 所以这个棋呢 最终张维彤呢 尽管坚持了几波 嗯 最终这个大局呢 一定啊 对 呃 这个棋呢 嗯 就是我们 就是摆在这儿 就赢了啊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 嗯 好 那有关这盘对集呢 我们就为大家呢 讲解到这里 最终呢 是鸿方 曹云磊的战胜了 郑维彤呢 而取得了这个啊 进军决赛的这个资格 谢谢大家